2024年巴黎奥运会于当地时间周五7月26日傍晚隆重开幕 本次奥运会的口号是奥运更开放 然而中国代表团却直接被软禁了 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奥运村巧遇中国代表团运动员 想上前采访时 大多运动员都不敢做回应直接走开了 其中有一位团员表示 要通过对理来通知我们 然后才可以接受采访 还有一位资深是体操运动员的青少年女子说 我们只接受央视的采访 当记者问及是否可以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 其身后一位年长团员远远地说 对理是不会同意的 而在7月24日傍晚 该台记者在离奥运村6公里之外的凯旋门下 也遇到一对中国代表团成员 其中有位成员表示 目前中国队运动员已经不允许外出 X账号于春飞表示 真的是讽刺 奥运口号更开放 但中国代表团却只接受央视采访 选手们面对话筒的神色惊恐 揭示了独裁统治下的言论恐怖 在中共的暴力统治之下 离奥运选手都失去了自由发言的权力 接受国外媒体采访就有可能回国坐牢 这种对言论的严密控制 正是对开放的最大讽刺 中共用高墙禁锢着人们的声音 国际赛场上中国选手成了被操控的木偶 所谓的强国梦 不过是建立在无尽的压迫和恐惧之上的虚幻泡影 没有自由的发言 哪来的真正的尊严与荣耀 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留言说 越来越像朝鲜对了 没有接受采访发表言论的自由 以为朝鲜是过去 万万没想到是将来 虽然中共当局不允许运动员接受外媒采访 但他们却派出了强大的宣传团队 据陆媒报道 中共为本次奥运会派出了716人代表团 其中包括405名运动员和311名随团工作人员 以及庞大的记者团队 包括中共央视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团队 新华社超过200人记者团队等等 虽然要展开中共强大的又一轮内外宣 不过中国民众对中共一举国体制 大力操办体育盛事 似乎是越来越无感了 中国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金牌无用的讨论 认为金牌再多 也改变不了医院里的人山人海 食品安全 教育 就业 医疗 养老 每一个都比金牌更重要 早前好几届已经对金牌无感了 不在乎大国崛起 只在乎小民尊严 身边根本无人提及 今天问同事哪天奥运会开幕 回答不知道 就现在有些地方发着大水 连个热搜都上不去 谁关心破金牌 图共的宣传机器 只会利用金牌来粉饰太平 却对实际问题避而不谈 高举金牌 却掩盖不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绝望 另外一方面 中共在国内肆意践踏人权 早已引发民众的不满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就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前两个小时 联网澳洲的两位中国青年 在开幕式主会场外表达了对中国人权记录的抗议 来自中国广东的刘飞龙和江苏的钱云 手中举着抗议中共政府的标语 刘飞龙告诉记者 虽然显得力量单薄 但这样做仍是有意义的 我和陈奎一起来反对习近平访问巴黎 第二天 中国国保警察就找到他国内亲人和朋友来进行威胁 所以 中国政府是非常害怕这种反对的声音的 刘飞龙提到纳斯抗议是在今年5月习近平访问法国 欧洲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在巴黎进行抗议活动 记者从另一位参与纳斯抗议的中国异议人士讲不了解到 与他一起抗议的中国民众 在国内的亲属也受到了中国警方的骚扰 刘飞龙此前在国内翻墙 在推特上表达了反对中共政策的言论 而于2019年 被广东造庭市法院 以循性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半 为了维护自己的言论自由 躲避迫害 刘飞龙于2021年流亡荷兰 他告诉记者 从那以后 他坚持在海外发表反对中共政府的言论 同时还隔绝了与国内家人的联系 所以 为了不怯怜他们 我已经大概有三年没有跟国内联系了 刘飞龙手中举着标语上写着 卢沙野中共才是叛乱政权 卢沙野是中共驻法国大使 他曾多次因为一些言论 而受到国际社会的侧目 例如 他曾经威胁法国议员不要访问台湾 为此 国际组织记者吴江界 曾呼吁将卢沙野调任朝鲜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刘飞龙和钱云 还一道在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前 拉出抗议中共政府的旗帜 那实际是一幅五星旗 但在标志着中共统治地位的最大那颗心上 他们用涂鸦的方式画了一个黑色的骷髅头 钱云今年30岁出头 他在初中时期就因为抗议老师 在课堂上讲述伪造中国历史而受到校方警告 并且为此被迫转学 因为长期在学习与工作中 表达对中国历史和政府政策的质疑 钱云及其家人受到当地政府的长期迫害 并于2014年被强制认定为精神病 他告诉记者 被认定为精神病以后 他随时面临着被警方抓走的危险 刘飞龙对记者说 流亡澳洲三年 他亲身体会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自由就意味着可以自由发表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政见 免于恐惧 就是不担心发表完之后被秋后算账 被核查什么的 他说 他现在住在荷兰 经常去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但是他并没有被区别对待 依然受到同事和老师的尊重 7月26日 一则短视频在大陆基督人圈传风 一个名为翘楚的短视频博主 分享自己日常Vlog 标题名为《985大一》 投行实习的一天 视频显示 该博主是在诸进箭头时正确工作的一名实习生 该实习生形势高调 不仅在短视频中 记录其开着一台金牌保时捷跑车上下班 并且下班后打高尔夫球的这一高端运动 更是将诸进箭头时正在做的IPO项目 包括客户信息以及金管的巡政函 都一一放在短视频当中 视频中泄露的诸进箭头三个重要IPO项目 分别是海柔创新项目 望远科技先锋项目和国能信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 望远科技和国能信控 居为诸进箭头时作为保健人的IPO公司 正处在上市的关键阶段 短视频一发出 火爆了集中圈 相关话题 诸进箭头时习生泄露IPO资料 也登上微博热搜榜 网传 一位IPO项目泄露 诸进箭头证券董事长震怒 对这次IPO项目泄露事件 诸进箭头证券表示 视频内容涉及我公司客户敏感信息 违反了我公司合规管理规定 目前 我已责令该学生终止学习 据公开信息显示 中信箭头证券是经中共证监会批准的 全国大型综合证券公司 该公司总部位于北京 在全国各地是有300余家证券分支机构 该事件引发雨情以后 有网友称视频中的学生 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王翘楚 高中曾就读于北京名校巴音学校 根据取聊的聊天记录显示 有网友指 涉事实习生王翘楚 是现任中共第二十届中央纪委委员 中央金融纪委监察工作委员会书记 王伟东的公子 不过这则消息记者还无法核实 据财联社的消息 该实习生回应外界传闻称 近期本人上传至公众媒体的个人生活视频 被不实猜测和杜撰 目前网上有关本人身份的讨论 均为不实信息 本人父亲已退休 就在上个月 中共证监会曾经召开 系统党籍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 证监会主席吴清 要求净花八小时之外生活圈 朋友圈 花言未落 只有顶头券商 在八小时内 爆出了炫富的丑闻 令外界震惊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 爱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 谢田指出 中国特色炫富 或中共权贵 官二代的炫富 为何让人不齿 究竟原因 可能有那么四个 第一 眼界狭窄 不知道真正财富是什么 真正富裕是什么 只有土财主 或土豪的心态 第二 来路不正 钱财迅速聚集 乃腐败所得 巧举豪夺所致 致富过程 为人诟病 第三 布什政协 与中共为伍 瞎百姓 玩弄权术 令人生厌 第四 置身弥中 见识肤浅 不能真正理解 人生的使命 不知富而有得 才是人类的最高的境界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